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IDDA的MiniLedge Series 我的名字叫Milkup 而我今天會講一講關於Color Grading For Beginners 2022年 我們今天教的Color Grading 會在DaVinci Resolve 那不單我今天用DaVinci Resolve 很基本的設定 怎樣去Stabilize 影片怎樣Color 我們還會用一個MicroPanel 去教大家怎樣Color 很基本的ColorPanel 怎樣最好去開影片 還有怎樣去Stabilize影片 其實是有技巧的 你要記住 本身的Idea 去做DaVinci的Clips Editing 你不要只期望自己剪的 你要期望就是 如果一個Editor 你剪完之後 你要等給一個Color 一個Sound Special Effects的person 你的Naming 檔案 一定要非常好的 我現在做了幾個步驟 首先就是Exterior Shots 所有外面拍攝的影片 全部會用完Exterior Shots Interior Shots 也有另外一個File 我會全部Name High Level Eye Level High Angle 全部都會錄下去 後來 有一個 就特意寫著Timeline 那你Name完這些File之後 你再給其他的Editor 都會讓它們更容易去做File 怎樣去知道怎樣去放一些東西 當你放了所有片 進去之後 我們由Media那邊 就轉過去Cut那邊 OK 剪片了 剪片 剪片 你剪到差不多 其實技巧上跟你普通Premiere 普通FinalCut Pro的Idea 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你要剪片 首先你就可以由上面那一項 Ear Part 去剪片 或者直接按下面那條Clip 下面那條Clip 每個Corner 你一指過去的時候 你可以再調整 長短 做錯了的Command Set 或者用中間那一段去調整 那條線 首先你剪和Edit 兩個步驟 你會看到Edit的部分 有更多控制 音響的調整 Cut的部分 純粹是Cut 你去到Edit的部分之後 很簡單 你會看到Blade 這裡按B字 你會看到Blade 你按B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放下去 你可以剪到 還有其他的Area 你可以記住的 例如Short Cut L 即是Fast Forward 再按幾下 就是Fast 快點 K就是停 J 就回到頭 首先 還沒說Coloring之前 我們說一說 怎樣去Stabilize 一條片 本身的Clip是這樣的 你看到超多Shadowing 超多動動 OK 其實你可以直接按那條Clip Stabilization Stabilization Stabilization之後 它有幾個Perspective 給你看 有幾個Mode 可以選擇 你可以調整Perspective 之後 你按Zoom 它會放大了Mode 剪了上面的Area 不過中間 會繼續保持Stabilization 去調整 好了 去到這裡 Stabilization 之後 我們就去講 我們的Davinci 的Coloring 下面這裡 上下其實就是這裡 看到嗎 如果在動的時候 你會看到 跟這一條 一樣 OK 這個動 Lift 中間那個Gamma 看到嗎 已經就是這個 OK 我們的Aim 如果我們去看 我們Aim 我們的 Radiation Scope 應該是由0 到這裡 OK 下面那裡 然後 這個 大概 不要超過 1000度 後來 到中間 再調整一下 Shadowing 其實已經完成了 如果你真的想再 Fine Tune 一些顏色中間 你會看到 Lift Gamma Game 中間有一顆 十字架 你就想想 如果 scroll Lock 它就會去 那隻顏色 如果你想要去 藍色的話 就是Lock 然後靠右去 OK 你會這樣調整 如果你動Lift 你覺得 不太喜歡的話 你可以按reset 你可以reset RGB 這些按鈕都可以這樣 Pivot 例如說 你調整完 你喜歡的顏色之後 OK 我喜歡大概 綠一點 好 現在我們調校Shadow 這裡有個按鈕 其實你這樣扭 你可以期待 在Shadow Point 會這樣調整 你不喜歡的話 然後按下去 你其實可以reset 了 那你就可以調整 Color Boost 我們少一些Color Boost 再去調校 黃色一點 然後我想要 Saturation 高一點 你可以試一下 檢查 Clipp OK Clipp 現在可以按 Next Frame Next Clip 去調校 這邊 我現在先按全部reset 先 OK 後來我就要按Loop 後來按reset 那你reset 你現在看見 第一條Clip 是這樣的 Stabilization 是有問題 OK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首先要回到 Editing 那裏 Editing這條Clip 選了之後 再檢查 Stabilization 有問題 那你開Stabilization 按Perspective Camera Lock 幫你Crop 我們現在看一看 OK 那就搞定了 拿回Scope 看回Wave Form OK 按這裡 亦都是 我們的Lift 想是在0 剛剛好 OK 後來呢 就調一下Gamma 是中間的 後來呢 就調一下Gamma 剛剛好是 可以拍到 0 1000 OK 記住我們不同的Scope 會有不同的 不同的Software 有不同的Scope 那你要看回 那你比如說 你用DaVinci的話 你就想是0 1000 那你看到 Vinal Cut Pro 是0-100 所以你自己去adjust 評估一下 希望我今天說的 可以作為 第一步 如何使用DaVinci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留在 留言 下面 後來我們去 再幫你去 學多點關於 Black Magic的Software 再見 再見